请问传美元降息 风险资金回流中国 人民币大幅升值 萌苗老师怎么看 现在是不是购买美金的好时机 换美金我觉得没问题 就换美元没问题 就关于资金回流中国 我觉得我不认同 就太人云亦云了 没有逻辑支撑 没有数据支撑 也没有逻辑支撑 它也不到时候 就美联储一降息的时候 它不是说那个时候 就是海外市场就变好了 美联储降息的时候 如果全球市场都很糟糕 如果其他地方比美国还糟糕 因为目前的格局就是 其他地方比美国还糟糕 美联储一降息的话 其他地方就能比美国好了吗 资本就会流到那些地方 投资回报率就会高了 其他地方 美国以外的地方的资产就不跌了 然后整个回报率就起来了 你想想这个不符合逻辑 你可能也到了后期 到了中后期以后了 因为你可能其他国家外围是先跌的 所以说跌的早跌的快跌的多 所以说到了这个衰退中后期的时候 确实你就可以慢慢的 有些资本就开始看起来了 就开始关注一些挖地的一些地区了 但绝对不是美联储降息的早期 文明老师 咱们这边居民债务负担 降到什么时候才算合理 降到合理是楼市算到底了吗 这个国际上的一个数据 我倒是没统计过 就是从现区居民部门的负贷率 大概是60%多 和GP的比例 降到什么时候算合理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统计过 肯定要下降一截的 美国从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时最高是100% 然后后面降到70%一路 一路下降 一路下降到70% 基本就稳住了 我们从60%多 我觉得怎么可能也得降到45%到50% 怎么也得降10个点 10个点最起码 看到10个点的降幅 最起码 就是楼市到底 目前还在个巡抵的过程中 我觉得最起码要到明年 最起码要到明年 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显著的下跌 目前还没有 尤其是新房价格这一块 其实价格下跌不是特别明显 二手房很多城市 基本也就跌个百分二三十 严重的是百分之三四十 但基本来讲 就是还在下行 还有就是楼市真正见底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些信号 包括整个宏观经济形势 它会有一些匹配的东西出来 也能够有助于我们分析 但是目前来讲 很明确的来讲 楼市没有见底 楼市没有见底 wichtig 这段数字教练的 快乐 也不能维修 那一次 bul 从 包 我 全部 有 用 在 找 蘇 gw 这 最近 瞬 certains 都是 这 可